日本军阀的对外侵略行为 在窃战钓鱼台猎雨之后并未停止 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 拉开了中国对日抗战的序幕 中华民国政府单独抗日四年之后 在1941年12月正式对日宣战 并声明废纸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 所有中日之间的条约协定合同 1943年11月间 中美英三个同盟国领袖举行开罗会议 会后于12月1日发表开罗宣言 明定日本窃自中国的领土 例如东北四省、台湾及澎湖群岛 必须归还中华民国 1945年中美英共同发表的波磁坦公告第八条 明定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 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 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 及无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同年9月2日 日本签署降服文书 钓鱼台猎鱼的主权也回归到1895年之前的法律地位 1952年4月28日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叶公超和日本代表何田烈 在台北宾馆签订中日合约 宣示终止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 依据中日合约第四条 日本承认民国三十年 也就是1941年12月9日以前 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条约、专约及协定 归于无效 这些条约当然也包括马关条约在内 中日合约签订后 蒋中正总统随即公布全文 中华民国政府并向联合国登记备案 完成国际条约的正式程序 从开罗宣言、波磁坦公告、日本降服文书到中日合约 可以确认日本必须将台湾归还中华民国 依据相同的法理 钓鱼台猎鱼是台湾的附属岛屿 也应并同台湾一起归还中华民国 所以钓鱼台猎鱼的主权当然属于中华民国所有 钓鱼台基本上是属于台湾的一个附属岛屿 而中华民国拥有台湾 因此在这一种法律关系的连结之下 中华民国政府当然拥有对于钓鱼台的一个领土主权 由于日本在与清朝签订马关条约之前 就已经窃占了钓鱼台猎鱼 后来在1900年才把钓鱼台猎鱼改名为尖阁列岛 1969年5月使设立标注 演示了钓鱼台猎鱼为中国固有领土的事实 同盟国不知道日本冲绳管辖的尖阁列岛 就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钓鱼台猎鱼 以致在旧金山和会处理战后日本归还台湾时 因为中华民国没有受邀与会的情况下 将钓鱼台猎鱼并同琉球群岛交由美国托管 不过就国际法而言 美国在1945年到1971年之间 对于钓鱼台猎鱼的托管只有行政权 并不牵涉主权